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作品 我想冲破圈层壁垒 做所有人都能欣赏的艺术 我渴望每一场展览 意外放在画室里的话 永远不会被看见 展览是艺术家向世界宣告自己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展览性是可以让观众们最快感受到作品的一个方式 展览其实是我每个时期的打卷 但我还一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个展 我特别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个展 绘画少年的天空 以展之名集结了60位优秀青年画家 他们历时三个月争取六次进展机会 共同迎接中国绘画与综艺的首次挑战 最终赢得国内顶级艺术中心提供的个展机会 接下来有请五位策展人 我决定来参加这个节目 是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节目 它对中国美术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让普通的百姓走进艺术 能让更多的青年艺术家 通过这个节目 向社会展现他们自己的材质 认识更多年轻的画家 跟他们有很深入的接触 看很多艺术品的时候 对我来说是一种养分 我可以通过我向观众表达 我们在面对画面对艺术品的时候 不用有一种畏惧 也没什么嘛 说错就说错吧 不就艺术嘛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是我接工作回复速度最快的一次 就是我的团队都很惊讶 你真的OK吗 我说真的OK 其实我特别想解锁一些新的技能 然后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画 其实一个画家一个世界 一幅画作一个世界 所以我很想感受那个世界的美 四十多年来 我是华人世界最早的女性策展人 艺术在过去是太小众了 做这样的一个节目 它是为人人而做 它是为我们国民美学而付出的 是愿意穿衣服的 这里是纯小酸奶冠名播车的 绘画少年的天空 纯小无添加 自然更好喝 绘画少年的天空 每周五22点 无难卫视 芒果TV双平台读播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芒果TV 会员尊详 绘画少年营业中 会员plus版等超多衍生节目 有请画家入场 作词 影词 好 好 好 阳光少年 青春的活力 明明姐 奶奶 你好 六十位画家出场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是蛮震撼的 感受到 就是我们中国不缺人才 欢迎各位来到绘画之城 好 好 我们第一次展览马上就要开始选拔了 这就开始了吗 好紧张啊 下面宣布本次规则 五位策展人 每人有十张邀请卡 共五十个名额 策展人通过与六十位青年画家交流 我想跟你聊一聊 决定要不要给画家发邀请卡 他的原作在Boston 这尺寸比这个大两百倍 还有十二名 我天生就是这块亮 这个你也发了吗 我也发了 我先给你一张吧 又给一张 还可以这样的吗 如果出现多位策展人邀请同一位画家则画家进行反选 并入帆旋 现在志根哥和我之间做出选择 选择落在 好 我是心跳 焦虑绝望了一张 独卓深山 纵口难挑不想录了 纯享森奶 绘画少年的天空 甄选的画家有 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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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选的青年画家有 陈朗木 风潮当代艺术中心合作艺术家 举办各展三次 本场作品 重现的城市 周明德 现为索卡艺术中心职业艺术家 作品多次进入加世德等二级市场 本场作品 此山中 史城洞 是从刘晓东 于宏 举办各展两次 本场作品 《时光者》 梦翔雷 就读于佛洛伦萨美术学院 本场作品 《冬天》 陈十三 博士就读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建筑学专业 本场作品 本场作品 到底该先拥有知识 还是先成为分子 任刚 宝龙艺术中心签约艺术家 本场作品 《望月》 李欢 职业潮流艺术家 举办各展六次 金龙奖最佳获得者 本场作品 《见笑》 这棵比较厉害 你喜欢哪个 那个山水 金色黑色的 对 我很喜欢那个山 请破家上场 出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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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去随便看了 可以了 可以带走吗 可以带走吗 嗨 还是第一次选择 好期待好期待 我从 从最里面开始 我觉得咱俩其实看中的差不多 所以你先挑一个 你是真的 我要去这边给一幅画 直奔主题 不明直接就冲到偶尔车了 那么快 我最爱的 我喜欢的是那种就是 一幅画我看着它 我会觉得很静 可以让你整个人沉下来 李老师 来 李老师选那张 哎 走了 李院长是我们卢伟的校长 特别羡慕能拿到他卡的人 他的眼光应该很独到 我有我的标准 一个是他的专业性 艺术家的个性 是不是能够让大众所看得懂的 天呐 怎么办呢 奶奶在哪 奶奶还在犹豫 奶奶是华语泉第一位女性策展人 策展人三个字 其实就是她眼镜过来的 我的选择的最重要的门槛 就是她必须要有中国特色 哇 每一个看一下 智琳哥会做哪个呢 我喜欢游画 我喜欢游画的原因就是她的那个出感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问一下啊 每一个走过你的导师从你面前经过 你只能露出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因为她也不会确定就是说会坐在你的面前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我们的风格 所以就还蛮有压力也还有点紧张的 也许快到我了 也许快到我了 可能下一个就是我 哎呀 这个是我最不懂 我就是我我我就是了解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好吧 以后我过来我让你懂 我是李欢 毕业于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现在是一个职业潮流艺术外品创作人 艺术展的话就办了六次 入选了威迷思元宇宙艺术年度展 以及获得了中国动漫奖项金融奖 他也算是鲁纳辣茶 找了这么多人 造了一个前辈 李欢老师的这件作品 给我带来非常年轻化的感受 虽然是潮流艺术 但是它其实有很多国潮的元素 其实它这一套主题是中国的签词 就是我有一套这样的作品 它的风格都是这种非常反复和重击的 它是以中国传统的签词文化 比如说见效 信会为主题内核 体现出中国谦逊的传统美德 同时在视觉上 把中国传统元素 潮流文化元素 都融合在了一起 体现出了一个缤纷 有冲击力的视觉画面 因为是这样 我就直说了 我就是表达一个我的困惑 因为这样类型的画 这种印刷的 在这两年它很流行嘛 但我从第一天开始 我就不是特别的理解 为什么不能从网站上下载一个 壁纸我打印出来 为什么非得花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上千万买一幅 你打印的这个东西 凭接管 全是不同的小的插画 各种叠加在一起 也许那就是它的东西 这个问题应该很值得推广 真的 波普艺术吧 其实它上世纪60年代就产生了 对吧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 消除大众商品跟艺术品 高高在上的这种距离感 但是波普艺术 它还有包括现在这个 它全都高高在上了 是的 是的 所以说这其实是另外一种方面 大家都认可呀 就是说大家其实并没有 因为这种它的印刷形式 而影响它的价值 它不管是私网印刷 还是烹会 它其实数量是限定的 只是说不是像咱们的手绘 是唯一的一幅 它可能是唯一的十幅 是 先干版嘛 对 年名款嘛 对 它作品的内涵还在 改变只是每一届而已 就是不能用形式来否定内容 对对对 那如果做的话 为啥要这么日式呢 就能不能跟它们不一样 人家看的真的很别扭了 已经我每天看到的 都是 如果你觉得看出了日式或者说动画漫画的效果 是因为我把它作为一种波普文化的符号给放进去了 是 但我仔细看你这元素其实都是中国元素吧 风筝 诗 龙 但你用的这个波普的画风就是用这个漫画式的 对 因为我很喜欢破圈 我自己是一个多圈爱好者 因为我这个不一定就是一定是高歌在上的艺术馆里面 我有可能是在其他场合 比如说一个潮流展 我自己也是玩潮玩的之类的 所以说形式是这样的 然后目标的受众主要是年轻人 你像我就有很多朋友家给人手几个那个熊 你都你也知道我在说啥吧 就是人手就进门几个熊 然后呢沙发上扔几个村上房 然后墙上挂点草菅秘乘什么玩意的 确实也挺和谐一进去 但是就我去你家也是这样 他家也是这样 我逛了十个人的家都是这样 我就觉得 他们这种商品化的话 第一当然只能说明他们确实成功了 我就希望咱们这个圈内是百花齐放的 但恰好我们现在国内 因为它总共就这么两三年的时间 大家认识度还不高 可能接触到就这些 还不知道其实咱们国内也有做潮流艺术的 第二呢也能说明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做的问题 就是你看大家流行的全是这几个国外的 难道被垄断了吗 对啊 难道我们国内的就不能 不能搞这方面的潮流艺术吗 我们不能破这个圈吗 对吧 就像中国品牌在努力突破外国品牌的封锁一样 我们潮流艺术圈难道就只剩这几个艺术家了吗 对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契机点 我反而觉得这是我们要做到一个理由 嗯 嗯 哎呀 其实还是不能解答我的困扰 哈哈哈 李欢 我们我希望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进程 多交流 我能在整个这个节目过完之后 我如果真的还很喜欢 欣赏到了这个艺术 甚至放一个在自己家里 可能是我的我的进步 那是我的荣幸 我的进步 我的进步 我也是希望自己能欣赏各种各样的东西 好嘞 感谢感谢你的指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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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给 啊 重点是你要知道说他如果说没有给的话 代表他不会再做回去了 他就去看别人的画了 啊 因为你知道我的个性是还蛮叛逆的 就是我也喜欢叛逆的人 所以李丹老师在我们聊潮乐艺术时候 表现出的叛逆让我觉得 其实我更有信心和兴趣想要跟他讨论 我其实更多的就是想要跟这种 持不理解态度的人去交流 我首先要把李丹老师这样的人的思想解决了 我才能够有可能去解决大众对潮乐艺术的不理解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酸皮 然后我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嗯 之前在四川美术学院学的平面设计 然后后来就出国就读于服装设计了 对我其实本科也不是服装的 这是梅艳芳的老师吗 对对对对对 梅老师对你有很大的启蒙 对他跟他的那个造型是刘培基老师 从小对我的启蒙就很大 然后也是这样子我才走上了现在职业的这条路 这这叫什么作品呢 这个叫通告材料 嗯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无聊 因为我是觉得他这幅画从各个层面来看 都达不到一个及格的能坎 你知道我为什么卷你吗 我不知道 你们之前有一个超前展 就是超前展中 其实你们是互相给过评价的 我说实在的啊 我是看到资料里 嗯 你这个作品呢 是负面评价最多的 负面评价 其他人给了你很多负面评价 嗯 但我虽然谈不上多喜欢 但我也没觉得有那么差 就 所以我想听听你是怎么 应对好吗 完全无所谓 可以念给你听吗 听完全没问题 他们说 你的综合材料是为了弥补画工的问题 弥补画工的问题 他的意思是你画的不够好 所以用综合材料来弥补 啊 首先自我批评的一个点 我没画画的时间已经是我画龄的两倍了 我已经有八年时间没画画了 我当然就没在意我画工别人会怎么评我 我既然服装走的学院派 我要让甲方介绍 我要让市场介绍 那我觉得画画我就要留给我自己一个空间 嗯 我自己要介绍 然后喜欢我的人喜欢就够了 非常 还有一条 这就可能有点过分了 随便 有点残忍了 但是我觉得你必须念出来 练 因为我想听你的反驳 OK 你说一块破抹布怎么敢说是服装设计 一块破抹布怎么敢说服装设计 我觉得这是最过分的 其他那些说话工的我觉得还好 这条该怎么应对呢 首先家里的破抹布都长这样 那我觉得 嗯 那我觉得大众的破抹布的要求还蛮高的 哈哈哈 对吧 对 第二呢就是 嗯 我完全能够认识我自己的不足也不是嘴硬 我也跟你说了 每画画的时间都已经这么长了 但是我觉得 嗯 这是绘画少年的天空 它并不是一个 完全就是40岁家 画画家的天空 对 当然不是专业比赛 我们做的不是专业比赛 对 而且包括这个 它为什么叫启蒙 我觉得 也是给很多电视观众的一个说法 就是 你家小孩如果在墙上乱画的时候 你不揍他 人家支持他下去这么做 我觉得是一种绘画的启蒙 宽容一点就好了 那我不了解 那是我觉得 嗯 自己有自己的后背 需要去做启蒙教育 说得非常好 有说犹豫了 哈哈哈哈 来 哈哈哈 不犹豫做选择 做你自己喜欢的选择 我就说我自己的审美品项了 这个不在我的喜欢的作品里面 我会给你邀请看 OK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你说的也很好 我再转转 OK 你先坐会 好 嗯 为什么我感觉我 我都感觉很紧张 对 下面有我的画 但是感觉好紧张 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是陈老木 毕业于鲁迅美术学游画系 现在是一名职业艺术家 平时生活在北京 歌展是三次 第一个歌展是14年 然后名字叫荒原 第二个歌展是15年 叫黑铁时代 第三次是17年 歌展名字叫世界 然后群展记不清楚了 我给你这个作品的一个冲击力吸引过来了 因为我觉得它不单是一个动物跟人之间 它简直有一种冲击内心的那种感觉 近距离地看到它的原作 尤其是这么大尺幅的 给我感觉挺震撼的 我觉得无论从色调和构图上面都异常的完美 嗯 那它这个今天想表达的是他们是一群什么人来的 在这个人物上呢 我是想让它带有一定的象征性 比如说这个人 它的手你看 对 锁住这个老虎的脖子 脖子 它象征着人类的某种野心和征服的欲望 然后这个呢 就类似于我吧 我的一些情感的投射 这个也是跟它一样吗 对 这是一个小老虎 它可能象征着人善良天真的一面 它是很温柔的一个姿态来去处理这个东西 明白 听错了 听错了 那作为一个成熟的画家 你怎么自我评价这个作品 这个我不太好自我评价 自己很难评价对 之前在你们的那个超前展里面 大家都会互相匿名的给一些评语 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 你想听什么 否定的吧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你的否定的评价 就是没有否定的评价 就是没有否定的评价 哦 好厉害哦 可是肯定的有蛮多的 能感受到他一定是受过扎实的造型 那种力量感 不是常人所具体 高下利剑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幅画 老木哥的技法也非常纯属 对 有制作感而且很完整 而且主题也非常鲜明 那 张智琳老师要发卡了吗 他把卡掏出来了已经 没有理由不给 我非常欣赏你的作品 我不知道要没有这个荣幸 能让你的作品在我的展会上展示呢 谢谢老师 我认为他不但是在画上有才华 看见他的整个人的气质非常欣赏 因为有时候你也会觉得 哎呀他实在是有那个范儿 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好奇 我刚才是跑过来的 是的我们朋友都很羡慕 大家都挺喜欢就是这一轮的画的 因为这一轮的话每一幅都还蛮好的 对 这幅画我非常喜欢 谢谢你 我很喜欢他的作品 我觉得他用这种拼贴和并制的方式 表达山水是一种出其不易的巧妙 层层的叠加,层层的积染 这样是一个很尊重传统古法的一个营造法式 你就是一个很精美的艺术品 我做介绍一下 好你做介绍一下 我是周明德 然后今年36岁了 13年中文美院三岁专业毕业 陆续呢有四次各展了 先后是在索卡的北京 索卡的台北两次 然后接下来有一次各展是下个月在杭州的山清上 群展参加了有二十几个大大小小的 15年有幸进入加斯德的拍卖 你这么厉害都参加加斯德的拍卖了 是这幅画吗 这个系列的 这个是对我代表作的一个系列 当时去加德拍卖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他一张水墨 在当代水墨里面画得真的好 那种特别雅的那种劲儿 目前在别的水墨上我还没看到 周明德是我的前辈 他可以算是我的偶像 在很久以前的时候 已经在心里边给自己下了这个志愿 就是以后一定要达到他这样的水平 我就是感觉绘画画和画得好 它是两件事情 它中间隔了一座山 隔的可能就是周明德老师画的那座山 我画的这座山不是固定的某一座山的一个写生 它是有拼接有跌宕错乱 那么每个观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组织一张 在脑海当中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山的图像 我说说我对你这个画的感受 好的好的 我很想听 就是这种画它让我很安静 大山都是安静的 它的这种静美 是就是自然而然的矗立在那里的 微额的那种静美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画风 因为我小时候就生活在那种县城 但是我们住在那个地方就是 左边就是稻田 然后旁边就是山 那您的童年应该很好玩 很好玩啊 就是野孩子啊 然后有空就是爬爬山爬上山 爬树摘果子野花野草 一样 嗯 我对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喜爱啊 就跟我的童年有很大很大的这种关系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壮美的山水的感觉 就是我看到这幅画之后我觉得 我想大口的呼吸 感觉我就人在此山中 然后觉得 对就是我作品名称此山 啊 是吗 此山中这件作品 那这个名字叫此山中啊 所以我觉得您太了解我了 其实我没有想到的是冰冰姐 她那么懂我 她对我作品的解读 我要传达的很多意思她都懂 就是所谓的知音其实不再多 就有遇到一个很了解的就很开心了 其实我跟你有好多好多想聊的 这冰冰还没完呢 我跟她聊得挺开心的 聊聊话背后的成长 好 好 好 看还有哪个长的花 我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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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 你先转老师 果然选择了很学院的感觉 对 老师好 我叫徐胜伦 今年二十七 杨美雕塑系毕业 你为什么选择你 因为我是雕塑的 对 嘿嘿嘿 空航 那还画一幅画 这幅画啊 是像美艳的风格 这人物他们就是一个家庭吗 祖孙三代 这个环境是搬家一个瞬间 这功底太硬了 这边是你们演这个客戴出山 是的 整个人的基调还不错 能看得出你的造型能力是功底 所以人物里边呢 但是说每一个人的这个形态语言 和个性表达 都能看到每个人有所不同 但我 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定有什么样 就是这个女孩啊 因为她里边黑白灰啊 在整个这个调子里边看呢 有几块重颜色了 那重颜色也不能过多呀 你还可以再画 对 对 李强群老师 一坐在我对面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一下 我就穿越回学校了 上课的感觉就是 就是 跟老师说话嘛 说实在好我本不喜欢这张画 但是我看到你的 经历 我觉得好我想跟你聊一聊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请坐 好 看了你这五块啊 我是在发现你啊 好像是在往那个专业上靠 对对在尽力在学习吧这段时间 我觉得你没必要 希望不要临摹 要有独创原创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呢 那种视觉的冲击和情感 融入在你作品当中 无所谓什么画法 他非常的一语中递吧 我的画画风格其实 是我一直困扰的一个问题 被他一眼看见了 但是有一点啊 下边这一堆人啊 啊这一堆人的处理上 感觉还不够 当然老人小孩 他为什么在这里边 要把这里边的故事给讲出来 嗯 人体部分呢 还不是很到位 膝盖的部分往前要探一点 往上再下来 你转转说 哈哈哈 我感觉我也 当了回您的学校 谢谢李愿 谢谢啊 好 我已经能感觉到 台下人的紧张了都 我的手很紧 虽然艺术 人人都是艺术家 人人都要参与 但说我有我的标准 其实挺期待李愿长的 第一张卡和给谁的 请已经与五位策展人 交流过的画家离场 请已经与五位策展人 其实挺期待 有请画家 罗天琪 王俊昊 王振宇 入场 你好 院长 你好 这个 毕业了吗 今年刚刚毕业 刚刚毕业 对 刚毕业了 对 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罗天琪 罗天琪 然后今年二十六岁 本科硕士毕业于 广州美术学院的水彩画戏 你们院长是我好朋友 你们院长 请 是我好朋友范博 哦 是 刚刚上任 对 其实刚毕业 家在哪里 在湖南 湖南 湖南有你这么高个子 因为喜欢运动 然后同时 也是我们学院的篮球队长 是吗 对 对 就是水彩和篮球 就是伴随着我人生之中 很多时光的一个东西 老师您看这幅画 这一次我带来的作品 是一幅纸本水彩 它名字叫做竹 画面中 主体物质有仙人掌和纸飞机 我没有第三种物象 其实更多意义上的就是来说 我在表达一种我当下的心境 因为 仙人掌 他的代名词其实是勇敢 执着和坚强 就是在我们家 我的父亲 我的爸爸就是仙人掌一样的存在 就是通过我父亲 他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坚持 慢慢地慢慢地 才有今天就是 现在此时此刻的 不错 不错 自强不息 对 他就像仙人掌一样挺拔 屹立在我的身前 但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其实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我爸爸当时 生了很严重的病 我们不想让妈妈担心 所以我们瞒着妈妈 就去北京看病 在一个陌生的 一个诺大的城市之中 所有的单子要落在我身上 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地去照顾一个人 就是 所有的事情 包括洗衣服 做饭 去租房子 哪怕是深夜去 给我爸爸挂号 然后去取片子 跟医生的一些沟通 那一刻我觉得我成长了 所以我 当时创作这幅画的时候 是我希望能够 像仙人掌一样 强大自我去保护 我身边的人 不错 所以我看到这张画啊 你的出现 我觉得这张画很像的 哈哈谢谢老师 所以说很真实 带着什么条 因为 我是对画面啊 很在意 我觉得你的画啊 啊 无论从这个 工底 还有这个画面够图 还有的造型能力 等等吧 这个 还是挺打动我的 挺打动我的 谢谢谢谢 我的标准就是什么 一个是专业化 一个是大众化 还有什么呢 个性化 这个标准呢 你这里面都够 所以说你的成功之处 就在于 感动我了 感动我也是感动观众 谢谢老师 好 这个 来了来了 院长肯定选这个 想都不用想的 好 给你这个邀请 给你这个邀请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天鞋 好棒啊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厉害 厉害厉害 好 谢谢 终于有人能读懂我的话了 找到了邀请卡 真的太好了 能够进入 唇响天空画展 进入天空画展呢 就得先来评 天然无添加的 唇响酸奶 真不错 这个瓶子的设计 很符合唇响 简单又高级 要深美和品质都在线 才能产出优秀的作品吗 走一个 好想我 笑了吧 好 好 还满失落的 翠蓝人来回来往往 他们没有过来看我的画 嗨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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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了解一下 你的画 你可以拿好样吗 你先介绍一下 你自己 你好 我叫王振宇 我来自河南省的一个 千年古县 艾阳市唐银县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这幅画 我敏感来源于 人民日报的一个新闻 敏农 我看到它之后 就想到了我的爷爷 爷爷就是一个农民 那那个声音是故意的吗 对 是一个环境一样 我想从多感官去刺激 观众 带入那个情景的 带舞感 对 明白 那你们之间其实都有互相评价吗 你知道吗 六十个人当中 好像听说了 说了 对 他有 肯定的也要否定的 嗯 你觉得自己哪一个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都可以吧 我我都想听一下 就想听一下 对 肯定的评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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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肯定的名价 没有肯定的名价 四十到五十分的程度 然后 有一个更 厉害一点的啊 很像商场里面 成人般画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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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田真的像小孩画 我觉得他画的有点平 那些副品 真的有时候很上人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呈现 有声音 用你的图特的方法 去画这幅画 我觉得很有个人的色彩 对 负贫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他说的对的 你就去吸收 如果你觉得不对的 我也不接受 加油 谢谢 谢谢 你好啊 你好 请坐 你还好吗 挺好的 你叫我为什么走过来吗 为什么呀 我被你的眼睛吸引了 因为我觉得 你的眼睛含着泪 你会不会觉得你在这里很孤独 有点可惜啊 没有空丁的屏障 你有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的恶意 有想过因为我创作的时候我就完全把这些技法全忘掉 我把这些技法揉碎掉变成我自己东西 去创造新的技法 包括在这幅画当中我用颜料添加了植物的气味 可以进出去闻一下它的味道 它是有大自然的气味的 然后我想表达的是普鲁斯特的效应 就是当你闻到一种气味的时候你会想起曾经的记忆 这个记忆而且非常非常清晰 是这样的 这个记忆是真实发生的吗 对 因为我小时候就在农村里双掌 然后我会问到这些味道 包括声音都是曾经的记忆 他是你的爷爷吗 对 他每年五月就会在院子那梧桐树下去磨镰刀 自然天不亮他就下地去收麦子 他在地里面弯着腰 然后这些麦子在地上像一件艺术品一样 晚上回家后 爷爷衣服上出现了好多云彩 像是大自然赐予他的一些绘画一样 当时我看着父亲的背影 父亲看着那个无鲁树 讲述爷爷的背影 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爷爷 所以就画了这幅画 我听了真的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真的很高兴我能够坐下来 听到这种来自旷野的声音 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都会里面 还有你这么一个那么清纯的少年 你的内心是这么的干净 我觉得是很难得很难得 好 你等我一下 谢谢 你等我一下 好 你走了 你给 你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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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来 回来 其实如果他们没有给你这些负贫 我可能不会这么坚强的 一定要支持你 一定要支持你 因为我觉得在今天的世界里面 不是所有人学了什么专科 就一辈子干那个活 跨界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 这件作品吸引我 一 在五感里面 我有听觉 我有嗅觉 我如果触摸它的肌理 我有触觉 我还有视觉 除了我不能吃它 没有味觉之外 五感中占了四感 只要你愿意答应奶奶 在你未来的生涯里面 努力地去做全方位的创作 奶奶支持你好吗 好 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我都希望你用最好的表现 出现在我的展位 在未来的岁月里面 你是我发掘的一个跨界的人才 我们要走出我们自己的自信的道路 所以我不会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来比较 我只要看到你的真心 你要答应奶奶 我答应 一定要做到 好 给我一招 别哭了 谢谢你能够 不懂我的话 那 谢谢 加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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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我来看一下 请坐 谢谢老师 可以 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嗯 我叫王君浩 今年24岁 来自安徽 然后我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院 学习的是游戏美术设计 那 你现在还在做游戏设计吗 嗯 现在是没有在做游戏设计 现在属于一种自由职业 比如说在家会画一些画 然后 会在自媒体上 会有些运营干嘛的 因为我本身也是美术生 所以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 更多去阐述自己表达自己 这幅画肯定画的是你自己吗 是我自己 然后你对艺术的向往 是那么的不确定 花都有刺 然后不断的是一个受伤 被诱惑 被要求 对 被摧残的过程 对 那看到你这幅画 我觉得 你成长过程 选择艺术的生涯 好像不是那么顺利 嗯 是有一点不太顺利 所以 小时候受到过一些 嗯 挫折吧 嗯 您看 看可能看不出来 我小时候其实 还是挺胖的 嗯 就是体型很胖 嗯 就会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 难听的外号 嗯 就当时我 还是挺有挫折的 对 就是会让我觉得 是不是我就跟别人不一样 是不是 我也像这个小男孩一样 是不是我也有错 应该被童话 像她手上还有一个创可贴 创可贴 它其实是一个微笑的形状 所以我希望这个小男孩得到疗愈 这也是我通过这幅画想表达出来的 用创口贴 好 然后贴成一个微笑 因为受过的伤 都会成为你成长的 力量 对 不仅仅是我的故事 也是我们的故事 所有年轻的小男生 对受过伤害 受过一些挫折的人 通过绘画的形式 我想让 人得到疗愈 因为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 不太快乐的人 所以你相信艺术治疗 对 艺术是可以治疗的 对 艺术可以治疗我的 嗯 比如说把这种伤害 通过绘画的方式去分享出来 去呼吁别人 同时也能够治愈自己 我觉得就很好 那我想问你 在这六十人当中 你觉得你有信心打败别人吗 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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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你这么善良 这么不容易走到今天 所以我不能带给你乌云 我必须 他给了吗 我必须 给你一个邀请卡 邀请卡 参加我的展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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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咱们 谢谢 给了 好酷 好酷 非常荣幸 我会继续努力 继续把这种艺术经历 艺术创作 就是艺术特别非常地 我想分享的任何人 要有信心 要继续努力 谢谢 因为你有能力影响别人 好 要记住这句话 好 因为你的艺术是充满善意的 是能够带给别人抚慰跟疗愈的 所以要加油 答应我 谢谢 我们继续一起往前进 好 近些年来 疗愈系的艺术家 其实在全球都非常受欢迎 我们亚洲 在疗愈系的画家里面 价值最高的奈良美制 它的热潮一直不减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今天的世界 有许多人为各种的原因 感到需要被抚慰 而疗愈系的作品呢 是容易让人有共情的 容易被理解的 所以在今天 疗愈系不只是一种艺术的画种 它更是在医学上证明 艺术治疗越来越受到重视 不只是绘画 还有音乐 还有舞蹈 所以我特别喜欢 我估计我邀请了 我是抢不过冰冰桨 不一定 我问一个场外信息 这个有藏家的吗 没有 没有 我下一件各展的作品 从咱俩上拿过来的 你还要展完再说是吗 是的 我能提前先报个名吗 但是机会好不好 那我的荣幸 我太喜欢了 我想把它挂家里 谢谢丹 谢谢丹 给个机会 谢谢你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那我太开心了 谢谢 没藏家就好 但是新鲜出炉 真的我真的好喜欢这个 周老师那得加个椅子 给丹总加个椅子 这个真的太好看 是不是好看 我很喜欢这个画 咱俩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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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飞来搅 我不搅和你 你看最后看看他 到底是去了你家 还是去了我家 对 邀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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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了哥 邀请了哥 好已经三个人了 三个人要成立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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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了吗 没有 我们俩还在聊 还在聊 聊聊一下 我想很很想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好好好 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 对冰冰姐很懂我 谢谢 还好还好 你是不是已经收了那个志琳哥的邀请卡了 对对 来抢老虎了 来抢老虎了 给他撕了 很喜欢这个 我第一次想 之前在那个PPad上看的时候就很喜欢 太好了 这个 反正我就觉得 跟志琳哥墙也挺没劲的 我真的很喜欢这幅画展 我们办的是这个 第一个画展就叫第一次画展 我认为你这个画展首先它就特别友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做一个第一次画展 给第一次看画展的人看 嗯 这个我是想放在第一幅画 嗯 所以 感谢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的邀请您来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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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好 李旦给我卡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高兴 嗯 我觉得我旦总有眼光 我觉得我还挺懂人情事故的 所以我觉得 稳了 哈哈哈哈 真的不好意思单总真的 我也发一张邀请他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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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明哥 好的 你在干什么 没事 对我发现了你在干什么 哈哈 对叛我 哈哈哈哈 你看看别的 你看看别的 我觉得美的东西都是有共鸣的 能产生那个共鸣的时候 大家就会都奔向那个作品 我的标准其实定的是潜入深出吧 就门槛这个题目啊门槛很低 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就很喜欢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邀请您来到我的展位 谢谢 谢谢师老师 谢谢师老师好 谢谢大老师 谢谢 谢谢 单总那个 我我不知道他请了什么人 进去他的那个展位了 应该也会很精彩的 可是我觉得我的品位 还是有一点点的 就是你 会不会拒绝我 我觉得你不会 因为我们也要共通点就是 就是我听得到 我也懂你的 的的意思 对啊我不行了 我还是要给你 谢谢志林哥 哎呀咋整啊 哎呀 我最喜欢的就是就是你画出来的这个感觉特别好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笔 哦 这一笔 就是我觉得这一笔就在内容上让人觉得特别开心 对你不用给我解释 我就觉得他这个真真假假的感受特别好 嗯 要抢了要抢 抢手抢手 但我还是觉得我这个还是想要一副大老虎 谢谢 我希望有这个机会 希望有这个机会 嗯 嗯 好 谢谢你 大哥已经ok了 我还是跟继续跟志林哥抢 我们的品位怎么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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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真的好 因为我还真觉得人和人就是尤其看画 这很奇妙 这是个缘分也挺奇妙的 我感觉我跟志林哥的人生轨迹可能一分相相都没有 但是居然品位上审美上会有这么大的类似 我觉得原来真的挺奇妙的 嗯 喂 李老师 又卡了啊 哦 对 坐下来 嗯 对 两位校友相聚了 你的作品我是非常喜欢 从专业角度上 应该是画得非常好 谢谢老师 也是我们卢美的传统 嗯 哈哈 对 是吧 对 没错 到哪儿啊 呃 都是最优秀的 你研制生毕业吗 没有 我是本科毕业 你的同班同学还有能有多少画油画 我们同学做这行的比较少 一个班级有30个人 然后最后可能 呃 到现在还在进行艺术创作的 大概 三四个人吧 哦 都做行了 对 因为平时可能我们在那个展览上 看见的一些同行朋友 其实他在艺术家里是少数 周围我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依然很坚持的在创作 但是也没有太多的展览机会 还有很多比如说亲人啊什么的 他可能不太理解这个行业 对 他可能觉得艺术家这个行业不太稳定 不太靠谱 对 对 对 你是在北京多少年了 12年了 12年了 那不短了 那现在在哪呢 我之前在环铁 环铁 环铁不是都拆了吗 对 然后我在那个草场地 然后又松装 最近那个松装的工作室又拆了 哎呦我天 还打算这个去什么地方 也没太想好 然后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介绍了几个地方 我回头可能还要再去看一下 这真不容易 现在一直这些艺术家 哎呀 跑来跑去南宗北站 对 在北京这些北漂们 啊 竞争环境特别大 然后再加上生活的压力 对 就我是特别理解 当年我是到北京啊 兜了这几百块钱 虽然我到中央没案子 但那时候很困难 很艰难 还租房子 那个屋子多大呢 四平米 等一家三口人 后来我没地儿住了 也是住在工作室里边 都很艰难 其实我也是觉得 如果说能够坚持到底的 坚持下来的 都会成功 对我也相信这个 我自己也是比较坚定的 没有没有觉得想要放弃过 大部分人不太理解就是艺术家这个职业 所以我希望来参加节目通过我能让更多的人理解职业艺术家 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的作品 绘画 绘画 我也在一直努力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去坚持下来 哪怕今天这里没有一个展位是属于我的 但是我还是会在我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非常好 我当然要往下一步再走看看 好的好的 给的给我们的卡特别少 对对我是觉得这个 反正我已经有卡了吧 那这个卡就留给更多年轻的学生 哎呀希望理解 祝你成功 谢谢老师 好 冰冰也跟周冰的老师聊了好久啊 从小我是干啥啥都干不好 我跟你一样 唱歌呢我妹妹唱的比我好 学习呢我妹妹一直全校第一第二的那种 然后我学习存绩也不好 咱俩这个经历如出一辙呀 就是 我家里也有个妹妹 我妹妹从小都是考第一 这完全一样 你握个手吧 啥都做不好 你们二位再聊下去就要动感情了 差不多得了 这就聊了 又来角局来了 对啊 这我都逛了两圈了 聊到了小时候了 好好好 你们就是不打扰了 嗯 那剧 剧 你某些人看着我呢 没关系 我要当着他的面 送上我的邀请盒 我非常希望你的话 出现在我的展区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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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 你真 哇 你真 我给你一个拥抱 哇 谢谢 给你一个坚持的拥抱 哇 拥抱 天哪 好羡慕 好好好羡慕 谢谢 谢谢 一点机会都不给别人 然后如果有人也来争取你的话的话 你会选择谁呢 不用告诉我 好的好的 冰冰姐 哈哈哈哈哈 喝哈哈哈哈 听冰姐 沉迷于我们的国画 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国画美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微博搜索绘画少年的天空 分享作品观后感 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 有请画家马子诚 林承文 易柏林入场 林明杰 你好 你好 你是这个画家 对 我叫马子诚 请坐 您坐 坐 那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首先 兵兵姐好 我叫马子诚 今年25岁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画学院的花鸟专业 你是专门画花鸟的 对 8岁的时候跟楼世白先生 开始学中国画的传统花鸟 这张画是传统的宋元花鸟 宋元花鸟 对 当时开始崇尚的 以纯墨色黑白为主 它跟一般的花鸟不一样 它的留白比较少 它是属于满幅构图 但它这个留白也留得很讲究的 这张画是高有2米4 宽是2米 好大 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画这么大 我站在远处 第一眼就看到这个画 是的 你画的这应该是一个绣球树吧 是的 你看我特别喜欢绣球 你看这个绣球 然后这个绣球的花瓣 对 每一个绣球的瓣画得特别好 所以我就是觉得这幅画 它很有生命力 我也喜欢这边有这个山啊 小小的山 山啊 草啊 水啊 人间美好的这种感觉 就我印象中美的感觉 仙境的感觉 世外桃源的感觉 想走进去的感觉 然后身临其境去待会儿 我就是有点这种感觉 我很欣赏你 我也很期待你接下来的话 所以我想把我这张邀请卡发给你 谢谢冰冰姐 但是我希望你珍惜这张卡 然后坚持你的初心 做好你的画 当然 这送给你 好吧 谢谢冰冰姐 谢谢 冰冰姐还是喜欢笔画 可能喜欢比较朴素一点 淡雅一点 嗨 你好 你是说中文的 我会说 你的中文很好 对 从12年到今年6月份 12年到今年 我就在中国中文读书了10年 10年 对 10年 我的本科研究生博士都是在中国读的 而且 我一开始是在关系艺术学院 后面读博士 我就转到了中国文书学院 对 然后我的方向一直是上学画 这幅画其实它属于一个系列 一个系列 对 我中国有19幅 19幅 而且都是以这个蘑菇题材为主 哦 我最想看一看 这个 乐意乐意给您看 哦 好 一个老外话 中国话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特别的荣幸和骄傲 一个外国人喜欢我们的中国文化 你给我很大的惊喜 艺术其实是没有边界的 我们通过它就可以交流了 不需要语言 对不需要语言 而且艺术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往往是超越语言 对 然后我希望在我的展位上看到你的画 我要把我的浙江卡送给你 太好了 很高兴认识你 非常高兴 我也非常高兴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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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专业了 了解一下吗 公笔花鸟吧 我再转转啊 好 谢谢老师 我觉得他好可怜 我好喜欢那张画呀 我很想有一位老师能够坐在我的位置上 跟我聊一下我的话 那张人物还没有人去问过 是啊 有点优伤 好 跟拍卖一样 没有聊到就留拍了 其实我无所谓哪一个老师去做 只要给我一个对象 我都愿意去跟他讲我一个很 自己最真实的一个表达 咱俩拍卖 咱俩静拍啊 咱们抢起来 嗨 邀请了吗 但是当时没有没有一个人 甚至老师他们都没有看过我的话 都直接就走过去了 就就很失望 其实作品是没有好坏的 只是说每个人的审美 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 天天有命吧 我们是最佳的搭档 做你的小耳朵 你满满的 是什么玩意 唱起来 你在唱 奶奶在唱 你用力听我打声说 我们是最爱的家人 是刘晨宇在唱 我叫刘晨宇 然后我学习绘画十年了 我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 然后本科学的是视觉传达设计 然后研究生是艺术设计学 当时我看到这幅画的第一印象就觉得说 你应该是比较有平面设计能力的 对 然后KP 讲一讲这个作品 你的背景是什么 这幅画它有一个名字 我给它取的名字叫小耳朵 小耳朵呢 是其实 它是关于我跟我爸爸的一个故事 我爸爸其实呢 他有听力障碍 但是小耳朵这个词的由来呢 其实是大概在我十岁左右 有一次我们俩也是这样谈心的过程里面 我说 我说爸爸 关于你的这个听力障碍 你应该会比较辛苦 你会不会很难过啊 然后他对我说 他说不会啊 因为我有你 你是我的小耳朵 我听不见的部分你都帮我听了 真的好感啊 在那天起 这小耳朵这三个字 就印在了我的心里 它对我来说 有点像一个甜蜜的约定 就是是我跟爸爸之间的一个约定 所以我就一直记住了这个这三个字 然后它在我心中的分量也很重 然后当我在想创作的时候 有一天呢我就想到了这个题材 其实我这个是两张脸嘛 你都 对啊 眼睛为什么是这样 它其实这般别人脸是我想象中化的爸爸的年轻的时候 因为在那段童年的回忆里面 他是一个年轻的 自信的 有着很多能量的一个青年 然后他是给我就是很力量的一个人 所以呢 他我给他的眼睛是那种眺望远方 看下我们的未来 嗯 然后呢 右半面脸我是画的我 自己 我自己 这不仅是我童年的一个色彩 童年的一个视角 也是我成年或者我 我长大了 我现在是个男子汉了 我也想站在爸爸的身后注视着他 就是做他的那一份支撑 这里还有两只耳朵 对啊 我也注意到了 嗯 看起来像领子 其实是一对耳朵 是 因为我觉得两只耳朵 它这样被靠着的形状 像是一对翅膀 嗯 它是我现在想给爸爸的一份力量 我希望能够通过小耳朵这幅画和这首歌 让爸爸知道 能成为他的小耳朵 是我最幸福的事 这故事真的蛮动人的 我觉得一张画最动人的不是画工 是故事 你陪着你爸爸的这样的孝心 真的可动人了 这样的经历 他要给了吗 那我先把这个卡 好 给到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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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 写手 走向未来 迈向前程 做最好的艺术家 好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抱你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然后你 下次你表演歌的时候 我帮你办舞 对啊 我们一起唱吧 唱歌我不会 可是跳舞我喜欢 练一练 好 太可爱了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爱你奶奶 爱你 我真是每一个人都爱 我怎么办呢 我很高兴我参加了这个节目 我对他们每一个人 各自有着不同的期待 各自有着不同的喜爱 我叫玉元 我现在二十岁 我现在是一个大三的学生 除了学生以外呢 还是一名插画师 现在是有一个IP 叫做自己玉元在 今天想要来分享这幅画的名字叫做 爱是礁石上的滥潮 在今天 这个艺术市场 有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很讲究 艺术家自己本身是IP 或者她的作品 在创造成一个IP 这件事情 我还是觉得值得鼓励 奶奶给你一个奖励吧 是 是 太 是 是 谢谢奶奶的支持 我后面会继续做多加油 继续加油 我是 名字是孟祥雷 我主要从事的画种是采迁 这样一个在国内 目前来说是相对比较小众的画种 因为您的背景的缘故 我觉得您一直是 许许多人追随着老师 谢谢您的他想 您带了很多的学生 这是我知道的 孟老师选择的是一个 特别失利不讨好的方向 现在还有人愿意 这么认真的 在做这种人像的绘画 已经本身是很少 更何况是采迁 所以整个的精力是 让我挺敬佩的 把我的卡给到你 然后我希望我们都能够 保持初心 把艺术教育推广 作为我们的使用 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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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邀请你 你觉得你能够表现什么 我觉得我能表现其他人不能表现的东西 奶奶相信你 谢谢你 我邀请你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这幅画叫做可以抱抱我吗 我是希望更多的人就是坚定自己的内心 奶奶 邀请啊 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我鼓励你 希望你还有在现场表现的机会 给他你了 这个给的就要 祝福加油 邀请你参加我的展位 我觉得年轻的艺术家 他们特别需要机会 需要被鼓励 被看到 我呢 非常看好这些年轻艺术家的未来 所以奶奶很乐意当他们的伯乐 听了你说的很感动 你的话真的很棒 谢谢 我就是想用画来表达最真实的想法 你和你的画作 和天然无添加的纯响酸奶一样 纯粹自然 用纯响敬最真实的自己 敬最纯思自己 干杯 我现在只剩一张卡了 怎么办呢 我都要哭了 陆老师别把卡都用完了 给我留一张 我也想留一张 我用更多卡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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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您好 他们俩造型很有呼应 对 两个独特的人 咱俩站着这个画前面 你不觉得我们挺搭配的吗 我觉得简直是完美 形象跟画面极其统一 就是郭普世界 他们两个有一种 莫名的 哈洛克式的 哈 就是 说不上来 就是他们真的参加某一种美术沙龙 所以待会我们这场结束 我们肯定要照张相 好的 没问题 你的名字也挺有意思的 对 我叫薛大威 他真的名字叫大威 对 这是我爸起的名字 但你的打扮有点像 像Savado Dali 没错 正是 你是故意要像他吗 还是 其实是这样的 Dali在很多方面 我觉得 她的精神跟我很像 她的内心的那种活动跟我很像 她喜欢东西跟我也一样 她喜欢浮夸东西 她喜欢展现自己 但是这个胡子 我没办法留得和她一模一样 你最后这样的画风 是你已经定下来的画风 还是你还在持续的变化中 我在持续的变化中 这张画的话比较独特一些 嗯 因为这张画我认为它是 专为我来此玩打造的一个作品 特意为这个节目打造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太棒了 我爱这个节目 这就是展示我的机会 我等了很多年了 对 我来这儿实在是太兴奋 我太开心了 我非常喜欢你的画 但是呢 你会生奶奶的气吗 怎么会 我很包容 你也很包容 对 也有人批评你 我都不好意思念了 没事 我希望挺能 相当于二次创作 嗯 做一些篡改 嗯 这种篡改 她想要表达东西很模糊 你是想赋予她一个时尚感 还是说有别的什么东西 我体会不到 你打算辩驳一下吗 我当然可以辩驳 完全需要辩驳 哈哈 事实上 呃 她说的都没有错 她说的完全没有错 但有一点是什么呢 她并不了解我 她所说的 只是她的意为 如果她真正了解我 她走进了我 她会觉得我是一个无比精彩 而且充满了乐趣的人 我会带给她快乐 我可喜欢她了 她这个也挺好 你跟她聊过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那我赶快让人做 那我赶快让人做 我太喜欢她了 咋办呢 但我应该不会选她吧 因为她放不进我那个系列里吧 她好可怜 她被别人骂了 她说什么 我带我的女儿来看 这件作品女儿会吓哭 她说这张画 我绝对不把挂家里 她哗众取宠 说她搏眼球 你为什么都要念出来呢 她说她没关系 所以我就念给她听了 可是我可喜欢了 我觉得她东西有很强的未来感 她在未来web3.0的时候 她会变成有名的艺术家 现在要稍稍等一下 她这个确实是难点 反正我那个是放不进去吧 我那一个沾了 我去找我的 太难受了 我一直跟她拉票 因为她比我多很多的机会 我就拼命去拽她 总而言之 我非常喜欢你的东西 但是我现在手上就只剩一个长位 可以邀请了 我可以告诉您的是 如果您选择我 我将带来前所未有的东西 无与伦比的东西 因为我有很好的想法 是吗 当然我可以做到最好 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我想要画一些非常奇妙的场景 里面有一个奇妙的人 但是这个东西 如果具体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不存在的 我要画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但是它又是像人一样的东西 会不会怪力乱神呢 它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会不会有暴力倾向的 怎么会有暴力倾向 那我就放心了 如果我愿意给您这个机会 你真的会对得起我吗 我绝对会对得起你 而且 这要是您这辈子做我最正确的决定 我会发出 百分之超过一百的力量 你真的可以答应我 做出你这一生 会让我觉得 这辈子我遇到你 我值了 做得到吗 我绝对做得到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保证 而且这是事实 您是值得的 请相近了 这真的 真的是我手上最后一张 我有十个展位 我明白 你占了我第十个展位 我明白 我明白 你不能对不起我 我绝对不可能对不起你 好吧 鼓起勇气 给了 给了 谢谢 这衣服颜色很配 紫色的衣服 对 紫色的衣服 又离开你 你不能让我失望 绝不喊 要不然奶奶会怎么办 你看自己都哭了 没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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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 好棒 这一张重量 没了 我卡没了 全给出去了 我全给出去了 去拿 我完蛋了 我完蛋了 往下怎么办 没卡了 你最后有剩下的可以播给 那不可能 我就是要多剩一点 到后面抢你们喜欢的那些 天哪 天哪 我失策 失策 回了 给完了怎么办 现在没有了 受伤 诚泽坤老师有票了吗 好像还没有 好美啊 我在想是没有人来给十四安看 好安静 当然 她这真的很好 好舒服 她这个真的很好 好 好 院长走回了任刚的话 李渊你好 时间也有这么久了 但是她这里确实是一个人都没有遇过 我觉得十三真的需要一个机会去表达 现场到计时一分钟 我觉得这张属实可惜了 要是真的没人给的话 班长 我都要哭了 奶奶没票了 说不定奶奶从哪又掏出一张票来 往往煮菜都是最后的赏 我可以跟你讲几句话吗 可以 请坐 谢谢 我叫陈十三 嗯 然后我是 我同事涂鸦十五年 我在纽约 洛杉矶 首尔 新加坡的街头 创作过超过一百五十幅涂鸦作品 我学的是建筑学专业 我现在在哈本 读我的博士学位 你这个是数字的绘画对吧 我这个是中文图片 图片 中文图片是怎么制作的 我用喷漆 所以它是一个数字分身 没有 它是这样子 它的原作在波斯特 嗯 它的尺寸比这个大两百倍 好 好 而喷漆可以做巨大的东西 也可以做极小的东西 这个是喷漆画的 我的天 你画在什么材质上 桌上 桌上 对 可以摸 它是喷漆 对 非常坚固 我如果不问 我就错过了 认识它 是吗 我以前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以为是一个数字绘画 结果它是喷漆 涂鸦一首 这是涂鸦 它的原作在波斯特 两百倍的大 这是一个尺寸的 这是啥 这是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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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文字体 这是什么东西 中文字体 中文字体 涂鸦 涂鸦字体 你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字吗 到底 该先拥有知识 还是先成为分子 在哪呢 我都没有看到那个字怎么写 到底 到底 它把它变成图案 对 我把它变成体块 到底什么玩意儿 涂鸦它的字体是一种密码 是给涂鸦者跟涂鸦者之间共享的 对 涂鸦其实是一个表达 一个艺术家个人的个性的 还有一点 其实 鬼飞底是占地盘的意思 是这样子 我在做叫做陈十三之前 我曾经有过两个Tag 我在Battle中 我失去了一个 你说的Battle是在街头的那个 战争 战地盘 Graffiti的Battle 非常的 很激烈 非常的激烈 就是如果输到了一方 它会永远失去它的名字 在街上 就是在他们的涂鸦圈里面 就变得默默无闻 然后我决定 我不再写英文的Graffiti 我写中文的Graffiti 因为我想做我土生土长的东西 自从我叫陈十三之后 十年 我没有再改过Tag 我没有再失去过任何一场Battle 在现在 不管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 或者其他国家 陈十三等于中文涂鸦 所以他已经变出鸦界里面的 等于是King 他已经拥有他的领土 真的很特别 你是这次展览里面最让我惊讶的艺术家 感谢 你愿意留下我吗 我愿意留下你 我愿意留下你 可是我已经没有了 很高兴遇见你 可是我愿意留下你 成为我未来发展的伙伴 这是一个要缘 感谢 我愿意留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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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愿意留下你 我是认真说的 这是有意义的梦 必见 奶奶 我是偶然闯进来的 然后呢 不解释我还真是看不懂 但是我觉得很了不起 然后我为你有这样 这样的一份勇气 还有这样的一份能量 然后内心熊熊的这种不服输的镜头 我觉得很骄傲 我想给你一个拥抱 谢谢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卡 但是我 纯享酸奶 绘画少年的天空 夏节更精彩 纯享酸奶 绘画少年的天空 现在继续 这里是纯享酸奶冠名播出的绘画少年的天空 纯享无添加自然更好喝 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谢谢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卡 但是我 但是我 我愿意替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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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们家 表现 好 生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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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替奶奶 走我们家 表现 这个不是预知的 谢谢 这个不是预知的 这是一个很突然的 对我这是预知的 我是突然走过来开热闹的 可是现在就送给你的 我希望你的作品 可以出现在我的展览里面 也让我特别的荣幸 我有这个慧眼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和不一样的艺术 真是 我很 你让我很骄傲 我好想哭 谢谢 本来我们都觉得 我觉得好想哭 那我因为喜欢的东西 实在太多了 十个邀请都有来说 实在太严苛了 所以最后我真的非常感谢老师 其实是一个意外 对那是一个意外 就是他的画不符合就是我对山水的那种喜欢的风格 所以我就没打算去选择那样的画风的话 是后来听他在跟奶奶聊天的时候 解锁了我对涂鸦的一些认知 另外我很喜欢他内心的那种不服输的那种精神状态 然后奶奶又特别想把他留下 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要给他一个机会 这是我觉得你们应该多一个解释的机会 我们在溜达的时候 你们也要叫我们一下 对以后我解释一下 我不是很好意思 你有啥不好意思的 你都敢在墙上面去涂鸦 你有啥不好意思的 是这样的 你可以跟别人去打一桶 你不敢叫我一声来看你的东西 你都不敢告诉我你在画什么 为什么不 对吧 对 对 为什么 你可以跟我解释吗 我没有机会看懂你的作品是我没有这个智慧 但是不代表你没有机会跟我解释 你可以下次喊我一声 对 记得吗 好 对 你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加油 勇敢地表达自己 表现自己 你告诉我你是谁 告诉我你就是自己 好吧 好 好的 恭喜你 感谢李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来来来来 谭谭幸运了 走吧奶奶 我们没票了 我们的转位越来越少了 这个是神仙打架 把我叠十个都没有那么差 他已经很多人追捧的这个级别的艺术家 来参加我不可惜 周恩大名 我发现咱俩选话经常壮 标准好像就是大 就是大 离蛋可能过来也会跟你说不要离他 哈哈哈哈 我是真的很喜欢 哎我不管了 我先给你一下 送上我的邀请卡 给你一张邀请卡 就上三张了一个 哦 没有一个艺术家不希望被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中国的艺术从业人员如何被人看到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你准备好接受更广泛的质疑了吗 现在票全用光了吗 全给了 进入帆选 来吧 请做出选择 得个人还别 我其实刚才就想给张轩老师听上看 因为我不想录了 场上稍微暂停一下 有空火了 这么刺激的吗 我是心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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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